小孩刚睡着就出汗 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小敏 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人医师 母亲一般发现 小宝宝在睡眠状况下 出汗比较多 这个大多数是生理状态 生理的原因 由于儿童交感神经 发育还不协调 所以他在深睡眠 潜睡眠状态的时候 他这个出汗就比成人会多一些 而且宝宝的代谢也比较快 所以一般出汗也就比较快 多 但是如果他在深睡眠状态以后 还是出汗特别多的时候 母亲还是建议带孩子去医院 做一下检查 排除一下疾病 比如孩子睡觉也不踏实 汗多 那我们经常会考虑 是不是维生素D缺乏引起的沟楼病 往往他还伴随着液晶呀 这种多汗的 有的还有骨骼 有漏斗胸呀 这些表现 下来呢 还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疾病 像内分泌的疾病 像甲抗呀这些 所以如果发现呢 不是说正常的这种汗多 而是汗特别多 或者伴随有其他的症状 那我们就建议带孩子到医院 去做一下检查 排除一下病理因素 保抗好 然后最近要留意 之后 感谢观看